高雄轻轨发生出轨的意外 今天早上8点40分 一辆通往凯旋二胜站的轻轨列车 疑似在行驶途中 草皮过场卷入了底盘 司机员紧急煞车导致列车出轨 索性车上两名乘客都没有受伤 不过轻轨搬次大受影响 改为单线双向通行及局部运转 列车搬距大约15分钟 目前高姐公司正在全力抢修 早上8点多轻轨列车行驶在轨道上 下一秒列车突然失控出轨 再看一次轻轨列车冲出轨道 滑到对象紧急煞停 高姐公司接获通报 立刻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进行抢修 但好端端的列车怎么会冲出轨道 因为目前这一个路段的话 我们有一个新植草的一个作业 所以输入判断 可能是在植草的过程当中 它的高层越高了一些 那司机员在驾驶当中 那发现列车有异常的阻力之后 它就有立即做什么 那下车的转动 31号早上8点多 这辆开往C36 凯旋二胜站的轻轨列车 疑似在行驶过程中 过场草皮卷入底盘 司机员紧急煞车 导致列车出轨 把车上两名乘客吓坏了 索性无人伤亡 正线上面是分别采取局部运转跟单线双向的模式 但列车出轨也影响其他班次 目前C32到C35踩下行单线双向通车 C35到C36则改工车接驳 C36到C17局部运转 各班次班据约15分钟 而出轨意外已经通报运安会进行调查 至于轻轨车厢受损 植草包商恐怕得负起赔偿责任 记者叶振云高雄报道